老百姓最怕物價飆升 生活就艱難 先那一陣子樓價漲得很瘋狂 經常有飆升的名詞在新聞出現 到底飆升是用這個寫法 還是這個寫法呢 其實兩個都對 這個其實是正字 飆是由下至上的旋風 飆扶搖也 扶搖也就是地上一路轉上來的風 所以就是扶搖直上 飆升就像被這些旋風大魚伸上天 升得很急 急速上升就是飆升 這個字 很多人都會這樣寫的 因為看上來的裝字 好像把風字放在左邊 寫上來好像比較好看 兩個字其實是一樣的 甚至你沒有了風字 只有這三個犬 一種解法 錶升也可以這樣寫這個 本來這三個犬的錶是另一個意思的 你看看它 會議都知道 三隻狗 三隻狗在那裡走 那些狗在那裡跑 就為之錶 然後加上風字 就用了這個標字 用來做個聖步 大家都不知道 還有兩個不同的寫法 這個 風字 兩個火字 就是鹽 都是一樣的 是這個標語 風字 所以這三個火字 都是這個標語 原因 就是因為這三個犬 加上風這個寫法 其實在這個 中國字裡 這種結構就比較特別 你很少看到 有一個 其他的字 類似這樣的組成 所以這樣寫 就似乎看起來 比較自然 因為筆畫這麼多 你看看三個犬 跟三個火 就很接近 所以其實 是有點 誤寫的 將這個寫成這樣 將三個犬 寫成三個火 三個火 這個也不是常用字 兩個火就是 所以這個 又變成這個 現在就變成 這四個字 再加上 什麼都沒有 那些三個犬 都是標語 那就要試了 還有一個 解法 再說 三個犬 就是標 三隻馬 都是讀標的 馬 一起跑 也是跑得這麼快 三個犬 三個馬 同樣 都是讀標 不過 如果我們寫正字 我建議寫這個 就會好一點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看到 我們會不會